政府政策打房却是越打房价越高吗 北市行价豪宅最近纷纷出现求售风潮 根据房仲网的资料 不少豪宅投资屋主开高价 企图要测试市场的接受度 像是就有北市顶级豪宅的八楼屋主 开出了高于十大登陆三到四成的行情 只不过呢 这豪宅喊出高价 公然挑战彭淮南房线 目前虽然还没有出现有意愿的买家 倒是已经先引起了财政部的注意 高档的大理石当外墙 两米高的树墙围绕整栋豪宅建案 显现神秘感 号称是北市唯一五星级饭店来进驻经营 这栋北市的顶级豪宅 最近在网络的防众资讯 居然传出八楼有屋主要卖 不过价钱听了很吓人 原先预售价每瓶150万 现在开出每瓶419万的天价求售 换算每瓶溢价1.6倍以上 震撼整个豪宅房市 就是这栋豪宅建案 这样屋主开出比其他户数 多两到三倍的价格 市场人士就分析着 显示屋主相当的习售 而且在试市场水温 他在高价来测试市场接受度 另一家才刚创下北市石家登陆 最贵的豪宅记录 也有12楼的屋主释出求售的讯息 从原先预售140万左右 开出高价每瓶309万 溢价了1.1倍要脱手 等于是以上随便一户 都比公开在石家登陆的行情 多出两到三成的价格 甚至北市淡黄区中古型的豪宅 也都喊出每瓶上看200万的房价 托斯克获利了结 纷纷释出豪宅出现了求售风 昂花南所谓的300万的这个房线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开400多万的这个 它是屋主是个人户在卖 它不是建商在卖 不是预售物在卖 房市到底卖入空头 还是引发豪宅变现窜逃 还是房市依旧容金可及 市场目前看法两极 只不过后亚人炒房价 似乎完全无事于之前 300万房价根本是炒作的 彭华南房间警告 政府打房越打房价还越高 看来相关单位可不能再漠视 记得流量和令星节台北采访不到